所以你要我直接 对 你就教训我 我觉得你不要那么爱 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 那我试试看 反正你那么厉害 科技 创新 娱乐 各种新奇有趣 都在宝博朋友说 嘿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今天宝博的朋友 是一位podcast界的翘楚 他的节目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但他标榜节目里 不喝酒也不喝水 喝的是人生滋味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就是鼎鼎大名的玛丽欧 除了喝一杯的人生滋味 我们还要跟他来一点 区块链的人生滋味 让我们欢迎玛丽欧 大家好 我是玛丽欧 对 你看我们都很紧张 第一次用这么豪华的设备 录音 还好 没有啦 就是我其实比较紧张 因为玛丽欧是我们podcast界的偶像 他已经录了非常多集的人生的滋味 总共几集啊现在 大概150集吧 真的吗 对 不好意思 失敬失敬 150几集 所以你找了150几个人吗 超过 超过吗 所以是说有一些录了然后没有 不是 因为我们中间 我讲的150几集是全部 就是整个 整个那个节目我们录的150几集 但是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第二季的时候 是录一个比较说故事性质的 那说故事性质的话 我们就会去找很多不同的人 然后但是最后会做一些简介 把它拼在一起 所以很多可能是 很多集 然后但是放在 放在其中一个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玛丽欧的这个声音 非常有磁性 这个让他来这边 变成是对谈的来宾 对我来讲是 不只是他经验雄厚 然后加上这个浑厚的声音 让我背感压力 不过我想让玛丽欧 刚刚也介绍一下他的节目 因为这个Tim寶博的节目 这个千万粉丝里面 很可能跟你们的粉丝不一定有重叠 所以也算是一种互相圈粉的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效果 好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他很奇怪 他就说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然后明明我们都以为是一个威士忌的 就是跟酒有关的节目 但是他说不喝酒也不喝水 然后喝的是人生的滋味 所以你们是真的 就从来没有喝过酒吗 我们每天都在喝酒 那这个人生滋味 但你们这样就是写给人家看的 没有啦 当初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 要写一个介绍嘛 然后我觉得喝酒太强烈了 我就说这里喝的不是酒也不是水 而是各种人生的滋味 就是该喝的还是喝了 但一喝下去 你如果是在玛丽欧的节目喝的话 他就叫人生 可能是假存 就不叫酒 但至少就是一种感觉啦 好 那我们今天马上就要进入这个主题 我们之前一直都在 就是骗大家说 我们这个系列叫做牛野会的区块链 但大概已经讲了大概180分钟 到目前为止 几乎没有在谈区块链 那可能都在谈一些 有牛吗 金牛 有牛 有牛 我们上一集才在讲说 牛很容易紧张 所以我们要让他不紧张 所以才要来 这个用很简单的方法 讲区块链 让牛跟人都不紧张 讲到区块链 其实为什么这一集 请玛丽欧来呢 是我一开始想说 我们要找一个 不那么让人家觉得很科技的人 然后又知识渊博 然后又很有魅力 声音又要很有磁性 然后又要胡子又要很帅 然后造型又要很man 好了 今天车马费给你好了 然后呢 就想说 想要找一个人来谈一谈 然后他谈的时候 他的对谈的感觉啊 跟一般人感觉 区块链的感觉一样 这样比较有同感 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 事前调查呢 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马里又第一次听到说 这个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呛我说 他其实是离主的 而且不只是离主的 他以前还跑了很多年的科技线的新闻 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但这件事情跟区块链不见得有关系啊 因为区块链是比较新的东西啊 我跑线的时候是2004年到2009年的时候 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些 当这个freelancer的时候 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除了这个时间之外 后面我比较少 就不会那么全方位的一直在接触最新的东西 不过后来还是有啦 就是在大概 我记得应该是2014或2015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比特币很红 开始很红的时候 那没有后面那么红 那时候大概1000块吧 1000美金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注意到这东西 你们是谁 关键评论网 所以那时候你是以一个公司的这个 编辑的身份 然后注意到这个议题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找中本聪是谁 然后有一次就是大家宣称找到他一位日裔的 就是长得很像Satoshi 但其实不是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长得像好不好 没有因为他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 他们找到那个真的是工程师 然后看起来又宅宅的 然后好像数学很强 就是一个超级以貌取人的行为 你看我们现在有录影 我们就可以上一些图卡 然后所有的就是记者就围上去 因为那时候比特币已经很红了 所以我们就有做这个 然后他就一直说他不是 然后大家就一直说他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 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因为名字一模一样 而且他真的住在比特币论坛上 那些开发者的地方住得很近 所以就有很多线索大家都觉识 但是我觉得不是他 对你也太容易找了吧 后来还有一个叫Craig的人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一个真的骗子 因为他后来分岔了比特币 但他一直说是他 所以你们后来贵公司 后来就没有在追了 你说比特币 比特币的中本充是谁 对因为那个 老实讲 那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就后来区块链很多其他的发挥 这个地方要跟观众补充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马力欧 其实不只是在喝一杯 他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 这种网路线上新闻媒体集团 因为他们现在 这个我们可以讲并购吗 并购 是并购 他们现在并购 因为我怕你们要很低调这样 就是他们花了很多的钱 买了很多的公司 我不会承认这件事情 对 我讲法一样啊 我不承认任何跟钱有关的事情 就并购 并购可以用谈的嘛 不平等 不平等 OK 他们并购了很多的公司 包含了酷3C啊 运动世界 然后还有 inside inside 对 inside 我从小看到大的一个科技媒体 你没有那么小 就从他诞生的第一天嘛 对不对 就他很小 我也很小啊 看着看着你就长大 我看着他的年纪 OK Anyway 就是他们是很大的这个集团 所以你看了很多新闻呢 都跟他们这一群人很有关系 他们是这个台湾的网路资讯 背后的一群首脑 那第二件事情要跟大家补充 首脑这个字集很酷啊 叫Mastermind Anyway 就是说呢 我们要来补充一下 第二件事情叫中本冲 中间的中 中间的中 本来的本 冲呢是聪明的冲这样 那英文前半个字 我有点忘记了 我们之后再补上来 什么Naka 什么东西的这样 我不记得 但是最后一个字叫Satoshi Satoshi 那因为Satoshi 就是比特币的最小单位 就叫Satoshi 一个Satoshi 两个Satoshi 那这个人呢 非常的神秘 他创造了区块链这个技术 他创造了比特币 然后他的钱包里面有93万枚比特币 那因为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这个币也从来没有移动过 因为移动可能就会露出一些蛛丝 马鸡这样 全世界的最神秘的情报员 包含007啊 没有这个人 我就在等你笑的 包含007啊 MI6啊 或是KGB啊 CIA啊 FBI啊 所有你能想到的神秘单位 都想把它找出来 但是都没有找到 或者可能已经找到 但后来故事还没有演成电影 所以我们不知道 OK 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刚刚其实马利欧已经跟我们讲了 就是他认识区块链的时候 大概是1000块美金的时候 大概是14年底或15 比特币那时候 应该是突破1000块美金的时候 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区块链的圈子里面要比那个谁比较早啊 就是比说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是多少钱这样 那你要不要猜 宝博是看到比特币的时候 是多少钱 两块披上的时候 没有啦 没有 大家可以知道我的Facebook看 我是2013年的7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两三百块 但是那时候真的看不懂 也不敢下手 台湾也根本没办法买 我第一次真的买 然后听众朋友可能知道 是在2014年的暑假 马利欧有来美国太空总署找我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颗比特币大概624块美金 所以你在美国买的 对啊 不然台湾也买不了 现金交易 我们是OTC 就是这种现场交易这种概念 那 所以他马利欧也回答了 就是说 当时需要知道原因是因为编辑的身份 所以当时有做了一系列报道 那现在呢 你现在的工作还会跟区块链发生关系吗 就是区块链这三个字突然撞击过来 或是经过你的大脑或是团队 我们现在没有 但是其实之前大概去年吧 有一个香港那个Litecoin 有来找过我们 他们觉得说希望他可以跟这个媒体 可以结合 概念就是说今天有人可以打赏 基本上跟斗内是一样概念 所以那只是说这个方式 透过区块链里面的币 然后来让大家可以公开透明的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这一题我本来是要引军入瓮了 结果就真的成功了 其实这一题的意思是说 因为关键评论网是一个大的媒体集团 其实现在有一些新的公司开始在 把新闻跟区块链串在一起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你可能读一个文章 然后可能隔了几个小时之后 突然你再重刷一次那个新闻 突然内容就变了 可能是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电话骚扰 或者是拿到了一些茶罐 或者是一些水果礼盒 就是有时候网路新闻的内容 真的突然就改变了 他如果佛心 他可以写说什么时候更新 所以有一些新的公司 之前的端传媒 一个蛮有名的一个香港的 也是网路新闻台的人 叫张洁萍他就出来做了一间 叫Matters.News Matters.News 这个平台他一开始就说我要用区块链来确保每一个新闻 他上线的时候他就被记录在区块链上面 他永远不会更动 更动的时候就会记录他下一次更动是在哪里 所以每一次的更动都可以被追踪 可以被查询 Matters.News是最大的一间区块链的媒体平台 跟LikeCoin就是按赞那个Like Coin就是那个货币 LikeCoin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亚洲最大的这种区块链文章打赏系统吧 这两个平台合作了 这对于关键评论网不会觉得有一点 是不是要开始从一些不是报道的部分下手 就是比如说要不要来研究一下 怎么用区块链来打赏读者 打赏读者 你不知道读者的时间很宝贵吗 对不对 打赏读者的时间 他pay attention在你们的这个平台 或者是打赏作者 当然对 有没有讨论过 他不需要透过区块链 就很单纯 就是有这么多可以付钱的方式 你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么不普及的一个付费方式 好那我们不要讲打赏 我们讲一种媒体的自律 媒体自律 我们怎么样确保读者可以信赖我们 我们不会资料库随便就改改 大家都在比时间 每次发一个文 只要大家一秒钟之内觉得没人截图 我可能就改了 这个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一样 他不需要透过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 他只是说好像你上恋之后 大家觉得好像比较有把握 就是他不会被改了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种感觉 就是我现在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改了 跟你讲我们什么时候改 我们更新的时候我们也会讲 那甚至我们更新的时候 不见得是同一个人更新的 我们也会把这东西写上去 这个流程不是我们第一个做的 之前早就很多很多媒体在做 比较严谨的做这种流程控管的 但我们是第一个网路媒体 把责任编辑和稿编辑放在上面的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责任 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 谁经手过这个东西 就是不会把责任都推到 某一个可怜的写稿记者身上 就很单纯啊 所以当然你说透过技术 可以让这件事情变自动化 变更简单 然后大家可以更有信任感 我觉得都是好事 这样讲好了 其实就是新闻业或者媒体行业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人 也会对新科技反应很剧烈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宝博是之前在VR产业 VR产业里面就说 什么360度影片什么的 对啊 我们现在现场就在记录 360度影片对 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 那时候苹果日报 还弄了一个360度专题 然后很多的广播节目也开始做360度的记录 什么景广啊 对 真的是这样的 那大家自己去Google 然后呢CNN 什么BBC 然后这个PBS 很多都开始推出这个 哇CNN VR 然后这个 哇各式各样的 纽约时报 这个VR 那讲一下就是 那你们关键评论网 从这整个过程 然后到现在区块链 其实国外 第一是国外有没有大的媒体公司 就是CNN啊 BBC啊 有没有也在讨论区块链 然后只是 没有 我们台湾没有听到 就是你们自己调查 还是说其实大家的反应 这一次都学乖了 就不要像上次VR这样 就是被骗了这样 就怎么好像 要开始了 又还没开始 然后投入了大笔的人力跟资源 关键评论 有没有曾经评估过 要搞一个什么 很先进科技的东西 有 但我们负担不起 像 空拍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有 思考过这件事情 那你后来发现 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空拍 空拍播新闻 像那个AVD网那样在夏威夷岛上面 就是 看不到吧 就是你要看说它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你在空拍的时候 可能有些 有些事件需要空拍 它可能可以呈现出比较广的视角 可以让你看到大范围的东西 像之前有一些报道在报那个 什么一些树画场 有一些不需要 那后来你就发现说 其实那个应该是少数 然后你其实可以好好规划 就如果你真的要的话 你可以好好规划去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其实 整个空拍的使用非常的成熟 在外发厂商来讲 所以今天你说 OK我要找一个 我今天想要拍一个专题 然后那专题可能需要某个地方去空拍 我其实是可以 不会太难的找到适合的团队 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会需要钱 就看价钱的问题 你不需要自己 在里面随时有一组人 专门做空拍这样子 所以你们就是在讨论这些 要不要用一个新科技 比如说区块链 VR 是你们会有一个部门吗 还是一个前瞻科技 发展部 发展部 对 还是说你们其实就是有一个high table 就是三四个人 可能双半人之间聊一聊这样子 你要看目的 就今天如果你说 OK我们要做区块链 那你就要想说 到底它有什么好处 它对于我们的读者 到底有什么帮助 比如说打赏好了 那我就刚刚就讲 今天你真的要大家打赏的话 那你应该用一个 更简单 更多人可以使用的方式 我们有反对这件事情 像我们前几天 我们的YouTube频道 就开放了会员功能 所以你喜欢我们的YouTube 你喜欢国际大风吹 你想成为我们的会员 你就可以付费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直接付费 台湾有多少媒体 已经在YouTube开放付费订阅的机制 媒体我没有特别研究 但蛮多YouTuber是有的 是它是赞助 还是算是我会看到独特的内容 看你怎么设定 它其实跟那种群幕平台 搞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就比如说你会有一个基本 最便宜 整个YouTube设计 最便宜也是60块 台湾最便宜60块台币 最贵到1500块台币 那你在这个中间Range 你可以自己设定 那你看你要给它什么东西 那大家付费是一定要刷卡 还是年轻人可以用什么合并 什么中华电信账单 不太确定 我印象中应该台湾目前是以刷卡为主 所以你自己也没有订嘛 对我自己还没有订 被发现 挖出一个不错的消息 没有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区块链的议题 对于这个关键评论网的内容长来讲 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东西 新科技可能也会知道 然后会讨论 如果是以报道来讲 当然他们自己会做 Inside 关键 新科技 他们自己都会做 那只是说 我们刚刚谈到 如果说是技术上的应用的话 就是 对啊 就当然还是要跟同事们讨论 那你们有一个技术长这样吗 我们没有技术长 我们负责技术的那个同事 是目前的职称叫产品长 产品长就负责了技术 就产品的技术 因为你们毕竟是一个科技公司 就是前端后端设计 这个这些team这样子 你有听过五个字叫 区块链媒体吗 到周一口两气 你说专门在报道 对对对 有一些人会说 对大家好 我们是区块链媒体这样 区块室这种嘛 就什么动区动区啊 区块室啊 许明恩那个什么人话的 说人话的block 反正就是介绍区块链相关的 这个我知道啊 这个我知道 我都一直很好奇 就是说 区块链媒体会被你们看上眼吗 还是其实你们觉得 区块链真的到目前为止 2019年还是一个太小众的主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 看不看上眼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当然是看 我们的属性 看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在思考 我们下一个可能并购 或是发展的方向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看就是我们现在缺什么 那区块链的确是一个议题 但是他 可能关心的人的比重是少的 所以他可能比较适合像 就是你走一些比如说付费啊 或是会员订阅这样的方式 但对于我们 如果是走要有足够的量 然后走广告赞助的方式的话 他可能帮助性就没有那么大 对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好坏对错 就是一个策略选择而已 你有听过老高鱼小默吗 你说YouTuber吗 有有有有 你有看他们的影片吗 没有 没看过啊 没有 那你知道他们最近出了一个 就是新的一集叫区块链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同温层在分享这些东西吗 我 你没看我的脸书吗 你没有追踪我 我很少 抢先看 我很少 很少刷脸书 我的主要资讯来源 其实都是电子报 哪一种电子报 分享一下 全部就是我们自己公司的 然后中文的来讲 可能天下中央社 上周 数位时代经纪人 对英文的话 New York Times Axios 就是日报 但我前一阵没付费 所以看不到 所以其实有各国 就是各个地方 不是只有中文 就是很容易 我可以得到这些 但是我不需要透过 被社群平台的演算法绑架 但你就不知道民情啊 你就不知道大家在哄什么啊 会有人跟我讲啊 像你就跟我讲啊 没有 那老高已经po一两个礼拜了 我现在才告诉你 我知道有这个人 然后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要看我同事 我另外还有个资讯来源 就是我们公司的slack 就我们同事会在编辑频道里面会丢很多这些东西 就在社会的水面上 只要激烈到某种程度 他就pok下就会出现在那个频道上 我相信我们的编辑的反应跟广度其实算不错 没有啊你们就不知道老高讲区块链啦 他可能有贴纸我没有看而已 因为我还是要花时间去看啊 但我其实看影片的时间其实不多 所以你反而是阅读文字 文字还是我书跟文章 还是我吸收资讯最大的来源 所以老高呢在这一支影片里面其实讲了一个 我觉得很不错的开场 他说区块链与其说是一种IT技术 其实它是一种思维模式 你觉得呢 他是说不要去被他的这个技术面 没感觉啊 内容长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被老高的描述就感动了 你知道吗 今天我上课上完还有学生 老师老师 那个老高讲的那个真的是那样吗 这样 其实我也还没看 我只看前三分钟啦 他就在讲说他是一种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 其实大家都在讲什么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啊 不要被中心给欺骗啦 但是你怎么达成的 其实好像不是这么重要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理解就是说 关键评论网其实是一个很踏实的媒体 玛丽欧喝一杯 也是一个很踏实的podcast 他一直觉得我要diss他 他露出一种表情 我没有要diss你 真的都很踏实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的媒体 还是会一直试心的东西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广播节目通通都上网了 都变成网路广播了 电视台通通到YouTube去了 都变成网路电视台了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现在的网路媒体再转一轮之后 通通都变成网路区块链媒体了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吗 就是一样 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 就为什么 假新闻 Deep fake 深度伪造新闻 以后你们讲出来的东西 可能根本没人看 你知道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弄一篇新闻出来 你说陈水扁今天 这个在阿财的店 跟50个人一起吃饭 他违反了他假释的 这个什么什么状况 然后你po了一些图片 然后你的记者 谁知道你的记者 不是拿一个什么AI 然后什么东西就弄了一个什么 然后你自己的脸 其实都被合成到那个垫小额上 你也没发现 然后大家也都觉得是真的 那这个防伪的问题 串改的问题 区块链没办法帮你改变这件事情 好啦 区块链不能解决 第一个fake的问题 那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说有时候看文章要付费 平叉日报 之前就做了这个尝试 你订阅 我才给你看 对吧 可是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就是好像你没付费 你什么都不能看 这其实就无法细分嘛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区块链 你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 现有技术都可以做得到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区块链 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我真正核心的问题嘛 那你如果说 它有一个防伪的机制 那OK 我承认这件事情 就是它的确 可能在现行的技术下 它是最 大家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理解的 那也OK 但如果你今天 同样的 其实在之前的电子合约 也是这样子 就是它也有电子签章 它会去试着做一个 比较安全的东西 它可能没有像 区块链的那个等级这么高 但是它一样有它的防卫 或者是安全措施 不然电子合约根本不能走了 但是实际上 已经有太多电子合约 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这里还是要试移一下 就是要澄清一下 其实电子合约 虽然安全 但是它还是有依赖 几个中心的组织 在维系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最它是关键 就是你到底想要达成什么 你今天想要达成 是完全去中心化 那当然刚刚讲这些东西 可能做不到 可是问题是对于企业来讲 或是对于个人来讲 这个东西真的是 它最重要的目的吗 那不见得吗 我觉得其实今天 我们已经感觉到 就身为一个内容掌 其实非常踏实的 今天第三次讲这件事情 好啦 那我们大概知道 就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我们也不一定真的觉得 这个区块链真的用在媒体上 就是没有一个 这个一击必杀的用途 假设啦 虽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们改天也找洁评一起来讨论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没有啦 我一直觉得 它的任何应用都是好的 任何技术的任何新应用 大家去找出来 这都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重点 就是说你会鼓励你的听众 或我的听众 或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听众 抱持怎么样的心情去看待大家 就是会有一群人 像宝博是这样 每天三句话不离区块链 然后会有一群人就是很踏实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没啊 就是你告诉我嘛 他可以干嘛 这样 就是我不会为了他 现在很多人讲 所以我就去用 那你觉得比较健康的听众去理解 或者是看待区块链的消息的方式 你一定可以去用嘛 你一定可以去理解它 你可以去读它相关的新闻 或报道或评论 但是你在企业里面 你要导入这种东西的时候 它就跟导入所有东西一样 今天你公司要导入ERP 也不是一个人说 OK我们来导入ERP 或导入某一个CRM 或导入什么BI这种东西 然后大家就好 立刻来做这件事情 那都有成本 那都有评估的 所有的企业在导入任何的东西 都会经过一样的事情 那问一下 请问玛丽欧 你的手机里面有安装 区块链钱包吗 没有 有没有人鼓吹你要安装一下锅 可能有吧 对我来说就是 它没有影响到我的实际上生活 假设以B来讲好了 这个B到底是要做什么 那如果说它是拿来做投资的话 我不懂 所以我没有把握 然后我不想要每天去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会用投资的方式 来看这个东西 你知道Twitter的创办人 Jack Dorsey 很有名吗 在创业圈 新闻圈 因为Twitter也算是 全世界最大的媒体之一 Jack Dorsey在前阵子 他公开向全世界说 他从那个时间点 大概几个月前 每一个月 他花他一万美金 定存到比特币里面 你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我没有听到有辅助你们的 Slake的那个频道吗 没有 没有 太小了 我就 Good for him 你不会觉得说 什么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对不对 一万美金也太少了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一万美金也太少了 他是Jack Dorsey 太少了 就表示这可能是他的千分之一 对他来讲少少的 但对我来讲很多 他就鼓励大家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会想说 连他都这样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搞一下 我觉得在前一年吧 我觉得在前 就这两年 在更之前 当然是比特币炒得很凶 大概在 可能2018年年初 2017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 大家开始就说 这个比特币就是炒作 所以大家开始 搞这个ICO 然后再过一阵子之后 就发现ICO 也是有很多 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你想要割韭菜 这种诈骗 就是哇 超简单的 你盟一大堆钱 然后说你要做 你要发币 你要做ICO 然后结果 拿来做什么 也不知道 那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很好玩的 一个现象 当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你还要不要继续去 去操作或去做这个 你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都 也没有什么问题 都很好 我觉得这个 马力欧的心房 很难攻破 所以我觉得 今天呢 大家至少知道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 就马力欧 这个 陪你喝一杯 对 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目前还没有安装 区块链钱包 没有 我说你啦 就是主持人啦 对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 他觉得时机还没到 不过 还是很建议大家 可以了解 多了解 但他的 你回归到 我在开始用网络的时候 我在用网绩网络的时候 对我来说 那就是 很重要 就是我可以取得资讯的一个方式 然后发现有这么多免费资讯 然后 有社群 有 有BBS 这种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那是 很重要的 那我相信同样的 对于那个时候的 可能35岁或40岁来讲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因为他可能看报纸 然后 看电视 他觉得就够了 看书 或是有人会跟他汇报这些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 是有费用的 对他来讲 那个是 比较轻松的 可是对我们穷学生来讲 我可以免费在网络上得到这些资讯 而且是全球的 都可以看得到 在那个时候有上 有上Web就可以 或是那时候还有Gofer这种东西 同样的 现在在比特币 或者是在区块链来讲 可能对于我这个年纪 我们现在公司的应用来讲 他没有那么 强烈的需求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对于一些 新创 或是对于 在这个产业里面发展 他可能觉得这个有很多很多 很酷的跟发展跟应用 那当然是很好的 那 所以过了15年 过了20之间之后 你现在就会发现 所有的人 他一定就是在网络上看新闻 他就是 他知道 你可以去某一个网站 或是去Facebook 或是Twitter看 但是 有些人可能还是会看报纸 但他还不冲突 但你不可能不去 被这东西改变 所有人都会被这东西改变 那或许再过几年 区块链 他也同样的会改变 所有人的生活 有可能 那只是那个应用到底是什么 现在大家就继续研究 没错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 这个Mark Anderson 曾经说过 1994年的 网机网络 就跟现在2017年 当时他在2017年看到了 区块链的风潮 跟这个研发 跟他的现象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这中间呢 其实有很多年的差异 然后呢 1994年的网络 开始起来 到他真正发挥作用 到现在我们看到 Facebook有20亿人口 在上面 也是过了十几二十年 所以这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多花一点力气进去 但如果呢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工作 他很可能没有暂时看到 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许可以 只是先听一下 宝博朋友说的 牛野会的区块链的系列 到底我们讲了什么东西 跟区块链有关 有啊 我讲很多 好 就基本上呢 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 宝博士朋友说 牛野会区块链的系列呢 让我们来慢慢地了解 牛野会的区块链 谢谢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 我是葛如君宝博士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在Sounddown上 订阅我的节目 如果你是在其他平台 听到这个节目 请帮忙给五星评价 喜欢留言 或按下小铃铛 追踪订阅 我们下次空中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